歡迎收看 今天呢 是郭彥均 也許是最後一次主持 如果錯了以下的題目呢 有可能就會離開這個節目 你主持多久了 兩年多了 兩年多 再被過三個生日 加油 所以跟新住民也認識這麼久 因為畢竟我們每個禮拜都見面 而且有時候會連見三天 所以呢 這如果新住民認不出來真的就 真的不該 好不好 觀眾朋友真的不行 好 來 這裡呢 是本節目裡面的四位美女 分別有 Sasha Lana Lana Bana Jana OK 好 掌聲一下吧 叮叮叮叮叮叮叮 Lana 你昨天回家是有什麼歌 沒有 接下來這兩個很難 這兩個很難 只要這個 這兩個只要對一個就 Sasha 那你就等於全對了嘛 那這個誰 Sasha Jana Yes 所以你再跟我說一次 哪個人是 Bana Bana Lana Sasha Sasha 你是Sasha 你剛說這個是Jana Jana Jana 好的 來 我們出口在那邊 你答錯了 你答錯了 你答錯了嗎 你答錯了嗎 你答錯了 我這集需要 你這集需要 你答錯了 女生只要漂亮到一個程度 我就看不太出來了 所以是眼孔 你認得我嗎 其實我記得眼鏡哥這件事 不是分不清楚 只有下面 上面也是分不清楚 因為我那一集在旁邊 對 然後她一直跟她說 我跟妳傳訊息 然後我說 她說 沒有啊 後來我在旁邊聽說很奇怪 那你到底可以誰傳訊息 結果是另外一位 真的 傳錯人的 超級夥伴 不應該的 對 我最太不應該 我長嘴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臉盲 是很多人的通病 真的 就像是我們看很多西方人 就想說 不是都長一樣嗎 對 然後如果是西方人看 我們都發生會說 不是每個人都長一樣嗎 對 沒錯 不要笑我 不要換你們了 很多人你們都搞不清楚 好不好 我覺得臉盲症這個東西 不是說我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點臉盲症 對啊 你們會不會有分不清楚 就是節目裡面的新住民 會有嗎 Honey你 有一個以前 在我韓國朋友餐廳的時候 我就是認識到一個俄羅斯朋友 然後她有一天 帶一些她的俄羅斯朋友過來 然後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是 裡面有一個女朋友是很漂亮 是 我就是跟彥均哥一樣 看到美女會記住 哇 這個人很漂亮 然後呢 我剛好遇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就過去說 嗨 因為我見過嘛 但她對我的態度很冷漠 好像陌生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 喪心 對 難過了 然後後來 就是我跟那個俄羅斯的男生朋友 就是出來喝啤酒的時候 她是跟我說 她跟那個女生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 哇 很恭喜她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又節目上又遇到 然後在節目上就是說 她跟男朋友在一起很久 然後節目上她又很活潑 對 然後我想說 我最近聽到 你們交往沒多久不到幾個月 但你說是很久 所以我覺得 哇 這個人很容易 你換男朋友嗎 這樣子 我就誤會她 很精采耶 對 然後呢 後來我就看到 然後跟節目中聊完之後 我後來看她的男朋友的照片 說 不是她 不是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是台灣人 然後節目上說 她跟他在一起很久 然後我想說 哇 她這麼敢講話 然後後來就是俄羅斯那個朋友 帶她的女朋友帶過來 然後我見過她的時候 我覺得哇 完蛋了 她現在這麼敢玩 節目上說她的男朋友是 對 然後我想說 哇 這麼厲害 然後打個招呼 然後她好像也是 跟節目上有點不一樣 然後旁邊的人叫她的時候 我發現她的名字也是不一樣 然後我後來發現 我搞錯人 對 一個叫Masha 一個叫貝娜 好像 他們長得很像 很像一樣耶 好像說 她的手髮髮型也一樣 她問我貝娜是不是這裡有 這一位嘛 是嗎 對 對 哪個是貝娜 哪個是貝娜 真的喔 那邊是貝娜 對 那邊是貝娜 右邊的是貝娜 對 所以我看到就 哇 好像喔 不清楚 但真的滿像的 真的滿像的 好可怕 好可怕 那你來節目大概幾年了 有十年 那這邊 那你應該都 你是來看我們笑話的吧 對 就跟大家算是滿熟的 那西方人分 這當然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東方人有的時候就會比較困難 比如說之前開兩個 因為在我的腦袋裡面 他長的就是那種長相 就是黑色頭髮 就是那種長相 對 好方的樣子 但是他之前有一陣子 他突然間就染了金髮 對 他那個時候染了金髮 就第一次看到 他就走在那個休息室的角落裡面 我就看了一下 好像又姓同學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忙 我在忙事情 然後就覺得說 好那等一下去跟他打個照呼 那我在那邊 就可能忙著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聽到開朗哥來了 然後就聽到開朗哥的聲音 在那邊 然後就在忙忙忙忙 然後就後來就聽到說 開朗哥你染了新頭髮 我就把眼睛往上看 然後就發現說 原來我誤以為是姓同學那個 原來你就是我認識的開朗哥 對 就是開朗哥 我就超殺眼 我就說還好我沒有這樣出來 不然真的尷尬 真的非常的尷尬 其實你剛剛那個照片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個聲音說 盧卡是說那個怎麼變哈你 不過他滿像的 滿像的 對 就很像 可是我覺得他是不是有一個 讓我很大的障礙 對 非常大的障礙 對 非常大的障礙 他真的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換你這髮型 他就像變色龍一樣 真的 他就我們的變色龍 對 就每次來那個造型 就都很長 很長 不只是髮色 髮型都會變 這個髮色反而不一樣 真的 你瀏海沒瀏海 中分旁分 對 這個 特種顏色 真的就每次看到 就覺得說好像是不是姓同學 然後我 等一下我不會認 但是我聽到聲音 就聽到他跟別人聊天 我就說 Honey 可是Honey跟這樣 真的很可愛的 我看到那個紅色頭髮的時候 你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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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我決定 我決定你幫我決定 他不是 同性戀不是 你不是選擇的 是獨家之間的 你就是 你就是 那你就算 那頭髮就是 是不是 是不是西方人 不太會認亞洲人 亞洲人 不太會認西方人 對 是不是 所以除了在節目上之外 你們有沒有死底下 也是這種臉盲的趣事 我覺得不是 我不是認不出東方人 我覺得我是認不出 韓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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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妮也是包含在內 韓妮 你看Honey應該可以 跟他們在一起 他在裡面 對 也不出來 他可能也可以加入他們 這不出來 沒有人會看得出來 我沒有在看BTS 但我上次有看美國的一個 主持節目 然後那個主持人跟他們 我才可以分得清楚一點點 這個就是 英文很好的那個人 對 因為他們都會講英文 所以好 這個人我記得他 然後這個 其實這兩個 我有點分不清楚 可是這個應該是 我記得他唱歌很好聽 他們當然都很會唱歌 可是他是很厲害的 然後這個應該叫 他是叫麻糬 他是比較肉肉的對不對 沒有 他就是因為他頭髮比較 稍微捲一點 所以我只記得他頭髮捲一點 他還頭髮怎麼辦 就是這個問題 他就是跟Honey一樣 而且他們早上算了 造型也像也算了 身材也像也算了 頭髮又一天到晚變了 而且 可是重點是你們韓國人 為什麼每一個人 都要整形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是妝感的問題 對 對 我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你們都要長那樣子 就是要就長就這樣子 整個國家都是要這樣子 整形這個樣子 他找你好大 來 Honey 其實剛剛凱迪說 韓團很難分 其實我發現 海萊塢的有些明星也很難分 好來物 真的 超义 我先拿出來有兩位 這是一樣的人 這裡面 這裡面 你們看過那個影視錄嗎 影視錄有個美劇 影視錄 對 然後有一個是零令器 有一個叫控降危機 控降危機 對 有一個零令器 還有一部的 那你們猜一看看 誰是影視錄的 誰是零令器的 影視錄 影視錄有看過的人知道 太等了 對 這明明就是同樣一個人 對 只是年紀不一樣的時候拍的 應該是一個人在演兩個角色的感覺 是他有留鬍子 跟沒留鬍子的樣子 一個比較老 一個比較年輕的 我猜007是 紅色背板 這邊兩個人不一樣的吧 右邊 這個 空降 紅色背板 這個是007 對 再來還有一個 還有我一邊 韓團還是可以用髮色可以分 對 這個是髮色也沒辦法 這兩個不一樣吧 是同個人吧 這不是 這是綠化城市裡面那個人嗎 一個是一個王派特工 那個就是Kingsman的一部 然後另外一個是個 是不是要演那個 Prada 兩個不同的人 Prada是這個 Prada是右邊 這個吧 沒有拍手的是不是Prada 拍手的是Prada吧 沒拍手的是Prada吧 Prada是拍手的 Prada Prada是拍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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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拍手那是Prada 對 拍手那身上穿Prada 對 答案是 答案是 她是Prada的 她是Prada的 她是連 就是那個Kingsman的 好難喔 對 所以其實 鼻子一樣啊 鼻子不一樣 眼鏡也一樣啊 這個 Prada的那個人 他是細細的 然後很長 然後他 另外一個 他是 鼻子下面比較寬 這兩個長得比 沒有耶 都一樣耶 對 多很像 這兩個長得比我多厲害 還像 對 程度問題而已 我發現過一件最糗的事 是因為我有一次 跟我朋友在聊天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覺得其實當藝人 或是在國外要當明星 這件事情很困難 因為他們感覺好像是 十八般 五一樣樣要精通 然後我朋友說怎麼說 我說 我們以前在看那個 《哈利波特》那個《榮恩》 對 他不是從小開始演嗎 對 然後後來就演演演演演演 後來就是一直不斷的續集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榮恩》很強耶 《榮恩》長大之後 他後來就自彈自唱 然後我朋友就說 《榮恩》一直在演戲 哪有自彈自唱 對 好來 這個是《榮恩》 對 這是《榮恩》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就啊 有啊 他就是自彈自唱 然後一樣都 他們都英國人嘛 我就說英國人 真的很難 在英國的演藝圈 要存活太難 然後他說哪一個 自彈自唱 我就說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是《紅髮愛德》 對 他跟《紅髮愛德》有點像耶 很像喔 你不覺得完全分不出來嗎 你不覺得完全分不出來嗎 有有有有 很多滾出來的時候也是 很像 那凱莉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你會搞錯嗎 你不覺得很像嗎 不像 Lucas比較像他 沒有像 沒有像 真的 我是覺得很像 然後下巴 有點不像 下巴 可是我認真一直以為 是他長大之後變他 然後他後來就去 就變得很有名 然後就是自彈 但我覺得是因為 穿髮 我覺得是紅髮 也是因為他們穿髮 他們兩個都穿得比較 鬆鬆 對 就是沒有穿得很正氣 服裝也很像 然後我跟你講 我真的臉盲到一個 尤其是好萊塢的明星 這集我們聊到衛在抽雞 好萊塢明星超難分 他剛剛哈尼在講說 那個光頭很難分 其實我覺得最難分是 我上次去看那個 那個 我也搞錯 對 中彈所 中彈所 那不是 電影叫什麼 絕命關頭 絕命關頭 絕命關頭是另外的 我跟你講 我上次看 玩命關頭的時候 我是全電影院最吵 但我很抱歉 因為我只要問我朋友說 不好意思 他剛開那台車 可是為什麼他後來 又去開那台車 然後他不是這樣 從那邊下來走 然後他又出來了 我說我覺得 這剪接很有問題 這兩個人好不好 你朋友相信 應該不想跟你開那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很吵 我覺得你安靜 我說我真的看不懂 因為他為什麼 開過來那裡 然後又開過來那裡 好 為什麼他們兩個 要開不一樣的車 那個剪接就是有問題 他就說 到底哪裡有問題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是 為什麼一直光頭開車 開來開去 這整部戲一直光頭開來開車 然後他就說 你搞清楚 這有兩個光頭在開車 一個是頭皮鎖 一個是巨石牆子 對 分得出來這兩個人 這兩個我可以 這兩個可以 由於正吉很多人 把我跟那個儀佩認錯 我正想講 對 超多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在做模仿的節目 我說儀佩怎麼跟莎莎 怎麼長得那麼像 然後莎莎怎麼來 我們就模仿節目 後來他就模仿莎莎 然後我 那你都變亂了 超像 然後他們經常會去 外面做活動 今天那個活動 因為有一次我帶班 然後他們找儀佩 然後我就說我這幾個禮拜 再班 終於有觀眾發現 對啊 超像 對啊 超像的 很像 所以是觀眾眼睛的問題 沒有 他們聲音很像 他們聲線也很像 不是 沒有 我模仿他 我是我很喜歡黏在一起 就是我就是 來 請坐 就開始了 你就去沙沙哥的模仿沙沙 很像耶 但如果像是來滿像的 可以嗎 我覺得好萊塢的演員還沒完 因為我自己也很常認錯 除了光頭之外 我覺得還有黑人 也超難的 黑人超難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去看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吧 有 1995 這個厲害 然後呢 摩根菲里麥 然後之前我就看他 因為這很久之前的電影 然後到前一陣子 不是就是 復仇者聯盟 就是很有名 然後裡面的神盾局局長 對 對 超難認 但眼罩我真的認不出來 對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看完 看完這個之後 我就跟我朋友說 他也太厲害了吧 他之前就是演 世紀1995 然後怎麼 越演越年輕 然後呢 就那時候分一隻眼睛 我還是認得出來 他就是他 然後我從來不知道 他們兩個自然是不同人 我覺得他太強 後面一直演壞人這樣 那妳真的 這兩個比Sasha都還好 對啊 臉盲的厲害 沒有 我們兩個不這樣認 他們比Sasha還好認 他們臉上有好多點 Morgan 而且Morgan Freeman的咒紋 比較深 Morgan Freeman 聲音也很不一樣 對 贏哥很老 一個很年輕 Morgan Freeman 他的那個咒紋很深 他的臉都是橫的咒紋 你看電影 但是因為黑人真的 我覺得超難的 對 比較難的 如果等一下他一個 當索華盛頓 我就會更亂 對 當索華盛頓 真的 我就分不出來 我胃更痛 我也非常同意說 黑人真的超級難認的 因為事前才剛 在前幾天才剛發生 因為最近我女兒她 買了一個 二手的黑膠唱片 她說 媽咪 我跟你講 買到那個黑膠唱片 我好喜歡這個團體 她就拿那個黑膠唱片 拿出來給我看 這樣子 我說 團體嗎 她說 四個人團體啊 我說有嗎 妳錯了吧 妳搞錯吧 應該是一個人 就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角度拍的吧 沒有 媽咪 她是條團體 我說不可能 我就一直跟她爭 她就趕快拿Google上網 就趕快給我看 她說媽咪你看 缺了妳看 妳會看嗎 我說真的 就看不出來 就是 因為她的髮型也一樣 對... 什麼 我跟妳講 她的就是長得一樣 凱蒂分得出來 請問一下 妳看髮型 都是個團體嗎 妳看 對 她的嘴巴很不一樣 哪有就 你BTS的給我 BTS給我 BTS BTS在這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女精的關係 你看不管頭分 妳們覺得誰比較好分 這比較好分 我都很難分 BTS不是好分嗎 BTS怎麼好分 BTS比較好分 BTS太多 因為BTS是人太多 因為那個四個 她的長邊都是一樣 她的長邊是一樣的光 一樣的顏色 她們穿的衣服都一樣 衣服一樣 對 頭髮一樣 對 髮型衣服一樣 對 皮膚 眼睛 鼻子 嘴巴後的都一樣 其實這張專輯裡面 只有兩個人而已 其實我就覺得是一個人 我們沒有那種分辨的能力 真的 真的 塗家咧 有嗎 最大的問題是 我學新大學新文系畢業 我的同學 我們六十二個人 我們的同學六十二個人 可是百分之八十是女生 還有打一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誰是她們的名字 還有我真的分不出來 我覺得都一樣 你有去上課嗎 對 去上課 我一直去上課 可是我不知道她是誰 老師說突然你跟她們 同一個粉絲 粉絲作業 可是我不知道她們是誰 我剛才叫她們上課 我一直開來 我一直看 一個一個看她們的照片 我的粉絲是誰 那個女生是誰 因為都是很像 打一的時候 我們還沒那個 有看得出來的感覺 我剛來台灣 我不知道她們的臉怎麼樣 可是打二的時候 都知道她們是誰 因為打二的時候 她們開始化妝 化妝 我說這個是那個美女 這個是另外一個美女 所以你花了一年才認出大家誰是誰 對 都不知道 我都叫同學 因為我不知道她們的名字 有粉絲作業的話 我一個禮拜叫她們 因為是找不到她們是誰 老實說你跟她們 其實就做隔壁而已 所以很麻煩的 之後我現在知道她是她 因為現在我們比較會看得出來 對 好 開始 我是覺得聽大家講 好像很正常 就是西方人會對於亞洲人 比較不太清楚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平常 不會跟這樣的人就是 互動 相處 對 然後像我跟凱蒂好像 比較不會不粉人 因為像美國跟巴西就是 很多人都有 對 然後我又是從小很喜歡看 台湾來歐想去 你看郭彥均跟他弟弟 我都分得很清楚 所以是誰 好厲害喔 我不想出來 真的喔 很強耶 問題都沒跑錯了 就可是可能 一個巴西人 看到殺神貴眼鏡 會以為他們是雙胞胎 就是很像啊 對 可是雙胞胎 是雙胞胎 沒錯 我是雙胞胎 你這樣講女生不好啊 沒有 我們是同一個系列的人 對 同一個系列 所以我覺得 一定是這個問題 可是我自己是在巴西 也是忍錯自己的人 對 因為有一次啊 我認識一個女生 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認識之後 我們也去野店 就是各天 然後各天去野店 然後就聊聊 然後他有跟我聊 你知道你這樣這樣 然後突然有出來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人 然後我發現不是他 是他姐姐 然後我有帶照片 就是 這個是姐姐 這個是 妹妹 好像喔 就是很像 旁邊那邊帥哥不是你吧 這是我 這是我 好帥喔 太可愛了 就是姐妹長太像了 所以你認識的是中間那個嗎 我認識這個啊 而且他們又穿一樣的衣服 不是哪一天啊 後來我們變好朋友 眼神也很像 我們是那時候是變那個團 就是 我就覺得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系列的人 所以我猜誤會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子 然後黑人 平常沒有黑人朋友 然後看到那個照片 好像是拓爺 對啊 拓爺 我以前在那個 純大的語言學校 念書的時候 一開始完全很難 分別西方人 看起來大家都很像 然後那個 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自我介紹 然後好像一個男生 跟我說 傑克 所以我覺得 好像他的名字是傑克 然後過了一年 然後有一個同學跟我說 為什麼一直叫他傑克 然後我覺得他很奇怪的 明明就是他的名字是傑克 然後他說 他是Daniel 不是傑克 他叫Daniel 然後他是傑克人 傑克人 英國五個 他是傑克 然後 好容易搞混 然後又混亂的就是 因為我本來記得是傑克 然後後來他的名字是 所以我想到的是 傑克 那時候剛才聊天的時候 看那個 先確認他的Facebook 他的名字是Daniel 然後跟他聊天這樣 這真的很難 所以搬到每個人的 在你的腦海裡名字都不一樣 對 好 安娜 那我也是來台灣很多年 我到現在也是 很不清楚台灣人的長相 你來幾年了 15年 15年 為什麼台灣人很難分嗎 我可能臉膀症比較嚴重一點 像之前 前幾天我去健身房 那我去健身房 都是帶我兩個小孩一起過去 那剛好那天 有遇到另外一個媽媽 也是帶他兒子去 那小朋友 三個就一起玩 然後我們兩個媽媽 就一起運動 很開心 那過了幾天 我又帶小朋友去健身房 那又遇到那個媽媽 然後他先跟我說嗨 然後就說哈囉哈囉 我說你的兒子呢 等一下小朋友 要不要就一起玩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 原來那兩個小朋友是你的 然後我就說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就繼續跟他講 對啊對啊 然後就 越講越發現說 我好像認錯人 因為那個人 我就覺得說他的特性一樣 就同一個地方嘛 髮色髮型都一樣 而且我覺得去健身房 戴眼鏡的人比較少 所以我非常確定就是同一個人 結果錯了 非常尷尬 這真的好尷尬 但是你剛剛講的是東方人嘛 台灣人 那西方人你有把握對不對 沒有 我剛剛看那邊下來 沒辦法 我還是要考慮 請問 這一位 我剛剛看 是哪一個好萊塢明星 或者是誰呢 你認得出來嗎 他是誰 你一定會覺得太遠 我可以拿近一點給你看 你怕他們找藉口 沒有錯 好像是血鬼喔 這個人你一定認識 演員嗎 你算演員 他算是演員 他有演 他有算是演員 對 美國的啊 而且他算是很厲害的演員 而且他會語言滿多的 對 好難喔 中文也算不錯 那我給洪哥看一下給洪哥 洪哥不會啦 我都不會了 很像我有拍過 他是很有名的對不對 對 馬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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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要公布答案囉 他是 凱蒂 凱蒂 阿那是阿嘴 對 凱蒂 他這麼年輕的時候吧 什麼情況 你怎麼這麼沒有女生 年輕的時候 什麼情況 什麼戲會穿這種衣服 沒有 我高中 我高中跟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部電影還滿有名 在美國 就是叫做 阿達一組 是 然後他裡面的女兒 叫做 星期三 好 那我這個先送給他 星期三 我放這裡好了 OK 他叫星期三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 我高中的綽號 也是星期三 因為很多人認為 我長得很像 那演 星期三的那個演員 對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女孩子 我高中的時候 他們都 很多人都認為我長得像他 可是我的 我的頭髮 我的頭髮是長的 可是 是金髮不是黑髮 對照一下 對 然後 然後 我以為這個更像 對 然後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 因為大家都這麼說 所以我萬聖節就染黑髮 然後我發現我滿喜歡 所以我大學 就是繼續染 可能兩三年都是黑髮的 然後就是 就是 我在路邊走 這個我會比較誇張 因為那個是 萬聖節用的 因為你們就是笑嘻嘻的人 對 然後這個是用白色的化妝 就化得更白 我沒有那麼白 而且你腳離地 沒有 有腳地 有腳地 對 這個是高中真是大學 然後 可是我發現真的 我染黑髮之後 我就在西雅圖路邊走路的時候 有人就真的會把我攔下來說 你是不是那個 他叫Christina Ricci 他說你是不是Christina Ricci 我可以跟你簽名嗎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 眼睛很像 對 那你有幫他們簽嗎 就簽啊 沒有 我跟他們簽 就簽啊 就簽啊 不會騙人的 那你不走在下圖路上 人家拿十字架出來對你 沒有啦 因為星期三其實 她是一個可愛的角色 她也沒有那麼恐怖的 只是她長得陰森 但她是個可愛的角色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這個 我們有個進階版的 對 因為剛剛Anna 就說她那個東方 剛剛有點分布出來 我們現在有九宮格 來看看你 OK 這照片 請問這九格裡面 有哪幾個是拓也 哪幾個 還複選啊 有哪幾個 真的假的 來 如果你覺得是拓也的 你在旁邊那個數字 幫我打一個勾 有一個認識的耶 OK 是不是有些是明星啊 有啊 有啊 不是啊 七號不是吧 七號不是吧 我去找 拓也 拓也長那樣 你覺得一號是嗎 不是 中間是松本潤嗎 一號不是吧 也不像 你好厲害 太難了 東方人比較好認 三號 這三號可能是 四號呢 五號 不能再回頭了 比照一下 六號 六號滿像的 六號也是 七號也是 八號 這太難了 可能也是 九號呢 應該不是 不是 好 所以你選了 三 六 七 八 正確答案是 三 六 七 好厲害喔 三 六 七 八號不是 八號 算是滿好的分數了 可以 八號 不錯 好厲害 好難喔 所以你以前在日本 很容易被人家 在路上被 對 日本的話其實很小 可是我去國外 譬如說去圖二集的時候 那個我那個前面突然 兩米的白人突然出現 然後跟我說 要不要一起拍照片 或是那個要去寫簽名什麼的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這個白人讓我開心之後 那個我會答應啊 然後可能騙我的東西 那個偷我的 好像他真的誤會 所以結果為了不破壞他的夢想 我跟他一起 這個型 然後呼叫就白白 不是 不是誤會的關係 剛剛給我們看的BTS的嗎 我們以為是現在 亞洲的男生都是跟你一樣摔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話 我們的女生快拍照的 不是你的手 對 不是你的手 不是你的手 不要是亞洲人 他說帥不是你的手 好 所以其實 真的常常拓也啊 或者是像凱蒂啊 都會被誤認成像是明星一樣 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被認錯的經驗呢 安娜 有 沒有 你說像誰 有 對 要看是像誰 還可以這樣子的 但是那個時候我是覺得說 我被誤認是一件還蠻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身邊總是帶兩個小孩 就是我的基本配備 就是旁邊有兩個小孩 那一次就是走電梯 就是電梯裡面有我 我兩個小孩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那個電梯不知道為什麼 就坐很久 那個女生就看著我 看著我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然後就在等著 他說好 那他就是認得出我 就是想不起我的名字 然後在那邊就看到他 他很認真在思考名字 他說安妮 我說我是安娜 你是很會跳舞的安妮吧 那我就聽了 我就說 你就回家說安娜 然後就是安妮 然後就是安妮 我就算客人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跟她有很像嗎 有一點點這樣看 有一點點 你們也是同一類型的美女 對 就是美女 怎麼了 怎麼不說話 怎麼不說話呢 對 好 下一個 好棒喔 好可愛喔 可是我有一次 我真的我坐飛機 我到那個松山機場的時候 然後我跟著一群一個學生 一個老師 帶著差不多七八個學生 他們過去 然後看到我 就旁邊竊竊私語 你過去給他簽名 快點你過去 他叫過去的時候 然後他們有一個小 有個小男生就 跟著其他人 乖... 小鐘在這裡 你們他們給他簽名這樣子 我一聽到小鐘你知道嗎 我就說 你們不要這樣子做效果好不好 然後他們老師就走過來喔 什麼小鐘 那是馬國賢 你不要...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喔 我說我雖然是 兩把劍 對 兩把劍 那你們真的是認錯人了 還是你們是在搞笑呢 他說那請問你是... 不要再想了 我就是洪毒大師 馬國賢 我現在直接講 別人都說你是... 你說對我是莎莎 我想等她的答案 對... 對... 一分文一聽到 EQ要很高 對... 這有時候會尷尬 其實這個是最近兩三年 我跟一個朋友遇到的事情 比如說我遇到有些隨機格 幾乘車的隨機格 他們說 跟安娜姐這樣的 我知道你是YouTuber對不對 我說對啊 我是YouTuber 你說你是法國人 我說不是 他們以為是... 酷 酷 所以他很帥 很多人還有叫他土甲嗎 因為我們只是同一個地方 他也有鬍子 我也有鬍子 可是他們叫我酷 意思是 很多人以為我是酷 他是土甲 可是我們完全不想等 我覺得主要是鬍子啦 對...就是鬍子 還有我們頭髮比較髮型 而且眉毛都很濃 五官也很粒 而且眼睛也都很大 對... 穿索今天也蠻像的 也蠻像的 是嗎 對... 其實我們不太像的 如果不分西方人的話 我們太像的 謝謝酷 那我們... 不加啦 不加啦 其實我有時候穿從北城站 我在法國拍的影片非常好 因為是法國安娜 你姿怡啊 你叫一下很多人說 你也會話話 夏威 我覺得那些還好 但是我覺得我發生更扯的是 就是被認為就是我們的粉絲 就是以為...認為說 在這其中之一 就是他 把你誤認成他 成真理其中之一 哪一個 對... 那裡面是土甲 那裡面的新住民之一 一定是土甲 怎麼... 你以為差太多了吧 很過分 對啊...很過分 你先講故事 對...前兩個禮拜 我錄影結束過後 我就約了朋友去吃飯 那就去吃飯的時候 就幾個女生 就聊得很開心 就滿大聲的 那突然間就是 在我的後面就來拍我背 他說 好高興在這裡看到你 我就... 可以 可以 我東方人 可以不喜歡 我轉身 一個西方人 一個東方人 對就想說 他說兩個都很尷尬 我轉身過去的時候 這個故事 就是我們的捎身 有天啊 他們都屬於放生到底 有 對 那個粉絲是圖家嗎 有 有 圖家的朋友真的 也是 也是酷 Lukas 就是我發現我要講的被剪掉 因為我每次講這個 大家會反白眼 可是我很驕傲 就是平常大家會說很像雷馬爾 雷馬爾 對 那個足球的那個 對 可是有一次 我以前去中國的時候 就是有人說 你很像那個足球員 然後說 我知道雷馬 因為有錢比較瘦 然後他說不是 斯洛 斯洛 我吸火粉耶 我吸火粉耶 哪有像吸火粉 聲音被剪掉了 哪裡有像吸火 這次不要剪 真的 好 除了我覺得長相很容易搞混 之外 我覺得國籍 有沒有人也常常被搞混過呢 國籍 拓野 那我以前在義大利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們來我們面前 然後說一些 然後就逃跑 然後我跟那個會長 義大利文的朋友說 問他們講什麼 然後他們說 我是那個中國的黑道 對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 穿青鮮黑色的衣服 戴黑色的帽子 然後那個就黑色的長眼 所以大家那個很可怕 就這樣子 這麼愛黑色 對 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樣 有上海灘的感覺 有上海灘那個 因為我在那個國外很可怕 他也喜歡這樣子 這是你在國外的武裝的顏色 對 就是要把自己武裝起來 他被欺負 感覺比較兇 感覺那段時間過得不是很好 很憂鬱的感覺 對 所以那個我朋友說 跟我一起旅遊的話 在歐洲 那就最安全 真的 可能那些人有看過上海灘 對 對 可以看年輕一點怎麼辦 他講的都超老的 超老的 超老的 對啊 我覺得我也很容易被認為 是別的國籍的人 尤其是出國 日本 日本 加威尼 對 加威尼 日本下威尼 對 就是很常是去 譬如說法國 可能土耳其也超常遇到的 然後就到那邊的時候 尤其是像那種土產店 通常他們會需要一些 可能日文 韓文 一些中文的 歡呼的那種語言 然後呢 我很常就是去到 那種店的時候 大家都會以為是 日本人 就進來的時候 就 不然就是會直接 講韓語或什麼的 但就不會 有人會覺得是 可能是台灣人這樣 對 就很常被以為是 那妳會模仿日本人 他可愛耶 這樣子吧 可愛耶 這樣 這樣 這樣嗎 像不像 像不像 真的很像 很像 都是甜甜的 盧卡斯 就是我 我好像去哪一個國家 都會被當成當地人 對啊 就像說 帥哥耶 你像好多人 西柚也是你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 很多人會以為是原住民 對 然後而且 我發現其他外國人在 對 很多人說我很像張正月 你可以猜一下 愛我別走嗎 不用啦 我害羞我被罵 我胡聊了你 很多外國人在台灣 都不會被問路 可是我常常會被問路 那個中山長在哪裡啊 之類都很開心 你們有嗎 你們有嗎 被問路 有 我被問路的時候 他們說 請問一下 然後他們看到我的臉 就說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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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拜拜 所以各位都要問凱蒂路 是可以 他也很熟的 路很熟的人耶 很樂意為大眾 他還會告訴你捷運站怎麼走耶 真的會 然後去過去了 那還有去哪些地方 就是去泰國跟去英尼 泰國 就是大家好像把我當當地人耶 你很適合穿沙龍耶 在英尼 然後有一次去中國的時候 我在那個深海那邊 然後有一團印度人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玩嘛 在這邊 然後突然有一個 中國歐巴上來說 你跟他們吵架了嗎 然後說 什麼意思 就你的朋友們啊 你不是跟他們一起嗎 團友 我是說 他們是印度人 我去巴西人 就 就去哪裡 大家就覺得我是 然後他說 印度的巴西喔 還是硬要覺得他是印度人 沒那麼長 然後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 我對於亞洲人 分得很 很會分 就說這是台灣人 這是韓國人 然後有一次我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我去買那種 收工冰淇淋 然後那個人在一個男生 像韓女這樣子 那可是都分紅的 不是這個 帥帥的 就差不多這樣 就帥帥的 然後他在那邊 準備那個冰淇淋 然後他常那個吊嘎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朋友 女生他有朋友說 好帥喔 就是很像 然後我就其實很激怒 說哪裡帥啊 而且那個吊嘎 等一下冰淇淋 又有那個衣帽怎麼辦 然後 然後 因為就是很像 偶像當真的蠻帥的 然後我去拿冰淇淋的時候 他說 唉唷 你會說不同話呀 好尷尬 你以為是韓國人 對 是中國人 就整個臉都變白了 然後就馬上走掉了 我先請教大家 現在超多人會中文 對 真的 真的 講台語 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 台語 對 其實我們國家的這個是全特殊人的問題 是因為是我們一直之前一直看中國的連續劇 跟中國的好笑的電影嘛 所以我們以為是你們都一樣的人 我們你們外表都一樣的 我第一次來這個節目的時候看到莎莎姐姐我很驚訝了 我說了她是哪裡人 我不相信台灣人 因為是莎莎姐姐比較像混血嘛 對 一點點 可是我們的 我們知道的中國人 台灣人是 矮矮的 鼻子小小的 眼睛小小的 耳朵小小的 還有聲音很奇怪的 媽 你聲音啊 你很奇怪 我們一直看好笑的電影 我們一直看好笑的電影嘛 那邊的人的聲音都很奇怪的 啊 我來的 怎麼說 我們一直知道是 中國什麼都這樣的嘛 日本人的我們看有些影片的關係 他們的聲音很奇怪嘛 所以我們今天是 我知道你看什麼片 看什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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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那種聲音 啊 英文字的那個片吧 你會說啊 你一聲就沒了 所以答張定片 鬼片 鬼片 對 鬼片 所以我們以為是 你們的聲音是多這樣的嗎 我來台灣之後 我看到了羅平哥的聲音 哇 完全不一樣的 有些台灣人 欸 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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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看什麼樣的影片學的 對 你知道你是看什麼影片 什麼影片 剛剛我們跟羅平哥哥一起嘛 他的聲音這樣對不對 但我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 有啊 可是還以為是 還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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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啊 所以你們看到一個 在土耳其看到一個 中國人的話 我們是 如果這麼漂亮 這麼帥的話 我們以為是 他是哪裡人 我們比較怕的 因為是我們 一直學的中國人 台灣人的意思是 唉唉 聲音乖乖的 鼻子小小小 不要再講 還有一定在這裡有筷子 我來台灣之前 這個筷子 這邊有筷子 我來台灣之前 那個是殺人的東西嗎 因為是電影的時候這樣燙 我來台灣之後 所以我來台灣 對 我來台灣之後 我發現是 其實吃飯的東西是嗎 對啊 所以我們看 很痛苦的東西 我們沒想過 我們沒想過耶 大家也覺得真的 所以我覺得世界很大 無疑不有 你看他的想法多奇怪 但是經過今天這樣解釋一下 原來是這樣 不出國也可以知道 所有的事情 沒錯 跟你們聊天 真的好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